完蛋,我們被入侵啦 我的村民們,他們還好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歡迎回到我們的創世靈命 我們現在是打敗了一個船長,得到他的鑰匙開啟了冰的寶箱 可惜沒有找到我們最後的眼睛 不過這個模組的素材呢,我們開始做一些新武器 之前要找的深淵水晶呢,就是用這個回音做成的 只要加紫水晶碎片就可以合成 他主要有兩種武器,一個是長槍 然後另外一個則是匕首 我們適合來做這包算金還是匕首 他都要用到兩個玉髓錠,所以應該是比較貴的武器喔 匕首的話他還有特殊能力是切割 可以降低敵人的生命值5%然後持續10秒 這還可以疊加10層耶 這個是慢慢扣血嗎?有點像流血那種傷害吧 那這邊有什麼不多,就是玉髓錠最多 我們上一次挖一大堆,這邊可以輕鬆的使用 直接得到16個 這個水晶還可以做迷宮玫瑰 這個放在副手會有15%的暴擊機率 然後他是100%盔甲穿透嗎? 也可以召喚我們之前在旁邊圍繞那個圈圈收尾箭的感覺 有點近佔5點的傷害 那另外還有他的套裝 他這也是有套裝效果的 這個套裝會加強他的海狼系列武器3點的傷害 另外半套也有加25%的防禦力 然後另外呢,他的套裝有兩種不同的頭盔 他的效果是不一樣的 第一個是死亡之後呢,你的死亡會延遲90秒 然後你的攻擊傷害會減少80% 這個90秒之後不知道是不是還會不會死 還是就是90秒不死呢? 只是傷害會變低 另外則是可以致盲所有敵人 讓他移動速度減50% 可是對敵人來說好像還好 這個沒有特別減傷 法律大概跟玉髓差不多 用到玉髓定是蠻多的消耗呢 他的套裝差別主要就是在頭盔 有一個皇冠式的,有一個頭盔式的 兩個會有不同的套裝效果 法律差很多耶 這個頭冠上這個家的防禦力只有2 那另外他的衣服呢 要用到一個特殊的粉塵 這個粉塵據說只有在終界才能找到 所以要做到這個全套的套裝呢 至少也要到終界之後吧 這邊我們先來試一下他的武器啊 這一把傷害其實只有7 沒有到很高 但他的速度 欸沒有很快耶 看起來是單手劍的類型耶 然後把它做成雙刀流 這樣子 OK,雙刀流其實打單體應該蠻強的 重點是我們要加上各種的寶石 那這個切割效果到底怎麼樣 我是不是要拿鐵巨人試一下 不過打鐵巨人好像村民好感度也會減少 這邊就是我們訓練用假人該出現的時候啦 來看一下他會不會影響到我們這個流血傷害 喔,這邊開始流血嗎 欸沒有,欸有欸他有那個狀態在 可這個不知道會不會扣血 他有4級效果 怕怕怕 喔這邊有算DPS 目前這雙刀都沒有各種加強 傷害他會慢慢疊加 因為那個切割是有增強的 OK,我們任何沒有強化狀態是這樣子 DPS慢慢砍會增加有到11 喔他疊加到9層了耶,我們可以再疊加上去 他要到10層嗎 感覺就是要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不過現在沒有辦法有敵人可以讓我打那麼多一下嗎 那如果是我們強化到現在的雙手巨劍 喔 這傷害DPS 欸意外的差不多耶 只是我們這個是大範圍型的 傷害有到11 喔,好像有到12 DPS總是會越來越多啊 越砍會慢慢增加耶 OK,那如果你們雙刀如果升級上去 那可能更加的不得了喔 不曉得他DPS計算有沒有問題 但就是越砍會越多 我們現在來到16點了 欸不過,看起來那個傷害真的是有增加的耶 上面跳數字不知道是不是對的 總之 這個,好彈跳喔OK DPS就是這麼高 那如果是一般箭矢 一般箭矢其實就 16了嗎 欸,箭矢算得出來嗎 剛剛中了一箭之後他現在就 直接不怕箭矢了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我們的妖刀的話 哇,傷害怎麼那麼高喔 妖刀傷害有到30耶 好誇張喔 而且好像沒有開他的狀態 開起來會更強嗎 好像也差不了多少 喔,那個居殼斬一下有60幾的傷害 很帥是很帥 他有吃到這個血液的傷害囉 唉唷,很帥很帥 OK,所以我們的妖刀這把 傷害其實意外的更強一點 另外我們來試一下他的飾品 這個到底怎麼樣 拿在副手用的 喔有耶 旁邊有一個回力鏢 但他不知道回去哪邊 他沒有繞在我身邊 但就是亂飛 喔,這在我這個裡面又很危險 村民可能會被打到 他只有5點的物理傷害 在旁邊到處飛 但他有增加爆擊率 爆擊率 對,我們剛剛越來越多 可能是爆擊的關係喔 15%基礎爆擊 啪 所以我們剛剛這個傷害 目前還是要到最痛的 爆擊傷害現在目前大概是兩倍 砍一刀可以到50點的傷害喔 不過我們原本的戰鬥其實就會爆擊了 這個27就是爆擊的傷害 然後原本傷害是13 但是我們這一個視頻 又是額外的爆擊機率 又多一個15% 所以我們剛剛爆擊才有辦法爆到50欸 所以我們要拚爆擊的話 這又是另外一個兩倍傷害 但只有15% 打得出來嗎 這邊有有有有有15% 這感覺好像沒辦法再提升了 把他拿去重促的話呢 不行,這個模組沒有支援 要是這個能重促那就很厲害了 再可以增加更多的爆擊率 應該說加爆擊傷害 他這個爆擊兩個不同的系統 那今天我們來試一下村莊的突襲戰 我們之前在野外村莊 都沒有成功打完一場戰鬥 因為敵人都卡在不知道各種地方 我們今天呢 在自己蓋的村莊 然後使用不祥製造藥水 他這裡只有20秒 那持續5分鐘 我在這麼底下包能不能觸發欸 還是我去上面喝好了 喝下藥水 喔,觸發了,OK 一樣是RAID 我們去下面看一下他能不能在我這個平台 鏟出來啊 我希望他們不要亂跑 然後有中的話應該是可以定位到一些 呃,他躲在哪邊會發光這樣子 有辦法嗎? 喔喔,來了 聽說這裡的突襲戰 比較強 你看到第一波就戰牛就出來了 但是我現在更強 喔,好多喔 第一波 欸,這個為什麼比較大隻 欸,不對勁欸 多到有點LAG 太LAG太LAG了 欸,他有一個邪獻者 欸不是邪獵者 哇,太多了吧 欸等一下這個掠奪戰 這個量合理嗎? 難道我之前沒有打完 哇,這個量好誇張喔 還有一些BOSS級的傢伙 然後 好像是不是有 嗯? 好像有各種幻影欸 女巫也會出現 TANK 喔,這大隻是TANK 超大隻 我做得超多狀態 畫面異常的亂 欸,他這個TANK我怎麼打不死 是有些被虛弱的關係嗎 還有冰術師欸 欸,好誇張喔 這麼多喔 我要召喚一下夥伴們 然後拿出連把火焰大劍好了 這個攻擊方法大概是更大一點 TANK為什麼有點打不掉呢 OK 我剛剛狀態好一點了 可以打了 喔喔喔喔喔喔 他在丟我雪球 是什麼東西啊 他有超LAG的 OK 那個冰術師吧 這哪招啊 欸,可是我現在 有,有扣血 我被他砸死了 我好久沒有死囉 他那個雪球有傷害喔 OMG 我被雪球給砸扁 沒想到這邊這麼誇張強嗎 我們先把第一波清掉好了 第一波都清不掉 喔咻 喔咻 OK 感覺還是不要讓他們掉到水裡 甚至我也不能掉到水裡 那個冰術師啦 他一直跑我打不到他啦 欸,這個雪球 等一下喔,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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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好痛好痛 要用箭矢攻擊 唷,解決解決了 欸,沒想到意外難打的是那個冰術師 很誇張 這邊法術就沒那麼強了 嘿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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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後面有好多法師喔 哇,他這個很誇張欸 有tank,有法師 還有近戰的戰士們 哇,各種組合都有欸 很強 OK,這個掠奪戰 不得了 我們下去 感覺是要先把法師給解決掉 OK 剩下兩個tank OK 擊退 擊退 喔,第一波 第一波 結束了 但是 這個有幾波不知道 這是難度五級的嗎 好啦,下一波準備開始了欸 哇 我這次不知道喝點藥水 我的量的藥水 沒帶 我現在只能喝這個 抗火藥水 喝一下 唉唷喂呀 太多太多 等一下 我的等一下 我的護盾 喔喔 我的護盾有辦法硬扛嗎 好誇張 每一波都直接Lag 喔 這個你很難去蓋陷阱了欸 那個量太多了 然後各種法術穿透的 還有遠距離的 Oh my god Oh my god 然後這個夥伴真的是要多一點 好 好,既然它比較遠 就希望遠程的把這個都解決掉 Tank真的是最後在打 太坦了 法師處理掉 好 這邊還有 有那個 冰速師的相反 它是火焰系的 OK 好好好 我們會打 只要它出現那一波 我們要一直把它清澆會比較輕鬆一點 不然等它散開會ran 好,下一波要開始了 馬上準備好 大劍可以先撩下去了 來來來來來 都在這個位置嗎 我們就要稍微 喔來了 嗚咖 阿啊啊啊 阿啊啊啊啊 欸不是耶,還有亡靈軍團一起過來 我們的戰鬥已經異常混亂了 亂到我直接被推下海底 戰鬥都變慢動作了 他看起來有一些召喚師啊 召喚骷髏的吧 Oh my god 好多 這變無雙遊戲了 這個是掉一大堆東西 金光燈上一大堆 哇,有沒有好東西啊 這東西有點看不出來到底有哪些了 欸,還有另外一個亡靈軍團一起來 誇張了誇張了 我是被法術直接往下降的耶 他是讓我穿透直接掉到海裡耶,好誇張喔 這邊還有一些傳奇的幻魔者 這裡還有一個三星的耶 OK,所以我們這邊更加難打 好,亡靈軍團也一起來 來來來,第三波的 OK 我們的一般RAID戰應該第一幾波啦 第四波了吧 那個傳奇的血有點多 然後被打越來越遠 我們看要把現在亡靈的先解決掉 OK 我們的護盾被打光了耶 砍一下砍一下 喔,撿一下撿一下 剛剛清了一下包包 紫色的應該就是寶石類的還好 這邊先清掉我們 剛剛就掉了一大堆的裝備喔 通通丟掉 然後巫童在我們這邊有了 那亡靈軍團的好像已經清掉了 啊,有了這個最重要的 不死的靈魂 有了這個我們可以做其中的一個眼睛喔 再來就是我們圖一戰也繼續了 還上到經驗值 又有下一波,等一下喔 我準備好了嗎 我 喔喔喔喔,又來了 怎麼連安德都有 喔 最後打到一半時候 怎麼有另外一波 亡靈軍團 欸,為什麼要通通一起來 誇張了吧 OMG 這個戰鬥比之前的戰鬥都還困難 量也太多了 各種法術型的 有點麻煩 Radeo戰繼續 還有下一波 完蛋,這到底有幾波 再2,難度5 這個不知道會不會影響 但就是 不對勁有BOSS 人 人生去哪了 喔,怎麼從我後面來 跑到後面冰層上了 欸,我上面的村民應該沒事吧 不太對勁欸 有一個有血條的 不知道是不是這一波一起來 喔,就是你嗎 Nous 喔喔,有欸 有BOSS 不過他 被困在水裡 他上不來 看來你是不會游泳 我會一直跳人下來喔 我一直被電 但是 剩你一個了 OK,這個好耐打喔 喔,這個BOSS很強欸 我們先上去一下 OK 我們換 欸,邀刀邀刀 嗯,他 欸,他解決了欸 那個BOSS解決掉了 這是RAID戰 這邊還在繼續 喔喔喔喔喔喔 這邊有一個奇怪的法師 很像小丑的感覺 哇,這邊好多種法師 OK 哇,上面這些冰 不知道會不會融化 可能要等白天喔 不然這邊 都站在我 另外一個區域去了 這傢伙 真的是小丑欸 他這個沒看過欸 用把戲的 OK 好像也是會復活 我們上面 在牛路廳了嗎 可是我鐵卷有在守衛 他進不來 我村民應該沒事吧 好像沒事,他們很緊張 好 他跑到上面來了 清完了嗎 欸 你們這一波還沒結束欸 嗯 是不是有躲在 躲在我們這個地方 南瓜區這邊 升到上面來了喔 唉唷 他召喚一一堆骷髏 一起摔下去了 OK 有了有了 下一波 可以繼續開始了 哇 這個打不完欸 救命 他到底有幾波 嘿 我們乖乖站這邊 然後 哇 他又升 不知道升到哪邊去了 又從後面 欸 有了從天上掉下來 怎麼在天上 啊 不會升到我上面去了吧 OK 這一波 這一波 我們要努力把它打完 希望可以找到眼睛的線索 就在此時 第三隻的亡靈軍團 又來了 他們是不是 勾結啊 我怎麼為什麼 同意那麼一起來 完蛋 我們被入侵啦 我的村民們 他們還好嗎 好像不會主動攻擊 村民嗎 欸 是不是有一隻 欸 欸 欸 不對我村民死了很多欸 有幾隻混到我的 裡面去了 還有苦力怕啦 這一隻是村民還是什麼 欸不是捏 你是 殺死人 他是暗殺者欸 他怎麼會有暗殺者進來 小苦力怕 OKOKOK 唉唷 會燒起來燒起來 我這全部都是木頭的 我的村民 左邊少一半了 我沒想到他們還是會 升到上面來 這樣很不妙欸 我們要再 站更遠一點嗎 欸 我們成功了 村莊英雄 喔 剛剛那是最後一波了 得到一個心臟 欸 這個直接給我們一顆欸 很棒 我們的血量可以再增加 之外呢 他有一個洗洗的寶藏袋 還有六個特殊不同的東西 我們完成突襲戰之後呢 他有說 突襲的獎勵在這邊欸 這邊散落一地 突襲戰之外 還有額外的獎勵 一堆綠寶石 然後裡面什麼 喔有玉髓錠欸 然後各種護魔書 然後各種的圖騰 好多種喔 哇 這邊只有這個遺骸的頭 這是村民的特殊套裝欸 保護兼修補加耐久 他會降低10%的傷害嗎 全套套裝還有 恢復2跟加速1 哇 這個是整套的耶 全部幫你準備好 雖然我們現在這個 大概更強 但他這個是 全套是 金銀修補充 幫你準備好 倒是很不錯 但是怎麼又沒有褲子了 欸 我們又缺一件 我們要整套套裝 呵呵 又差一件 要再打一次嗎 這個外觀其實就跟 玉髓一樣 但他還是有特殊的能力在 其他這些 各種的token 有什麼用啊 是不是都是復活用的 但是可能會有不同的能力啊 這個沒有任何的合成方式 這模組裡面就是 新增了各種的圖騰 然後一套的套裝 跟一大堆的新怪物 圖騰加一加他總共有12種欸 好誇張喔 我們現在要死掉喔 算困難了 我們現在只要一直砍就可以了 那襲擊寶藏袋 蛤 我只拿綠寶石 蛤 我只拿 斧頭跟綠寶石 我獎勵是不是有點差 那我們剛達到靈魂呢 可以做一個不死的眼睛 總之上眼睛又有一個新進展了 但這跟村莊圖騎戰沒有關係 這是死靈軍團的 所以這樣沒有10顆了 還差兩顆 剩下的有一顆村民到底會不會有呢 很多人說他也找不到 村民的交易 我在下面其實有蓋一個房間就是 專門要是給繩植人員的 整套房間 這個28個人可以住 我們再去村外 再拐一些村民回來好了 那 我們後來還是試過 他們還是不會生 就是該班改到現在 好像還是沒有生 那 我們目前這個牧師是沒有 我才有機率性啦 我們村民少一半欸 有點不妙 我們要去抓人 那我們拐村民的方法 一樣 就用儀式吧 只要 我們一次 召喚比較多 但另外好像有一個召喚的石板也可以 傳送石板 可是要等村民踩上去 那我剛剛為什麼不能拿出這個金服啊 村民丟給我的嗎 好總之 來囉 該走囉大家 咻 欸 啊怎麼只有你來 啊其他剛剛在這麼近的 啊怎麼都不在 怎麼只有你在 有這個儀式 我是不是也可以把公會長帶過去啊 然後旁邊的守衛 一起過去好了 有了 過去了 可是他這個鈴鐺 我帶不走 這個按鈴 沒有按鈴的話他好像就不會成為公會長 不過他應該也是就是一個普通村民的概念啦 他這個東西都無法破壞的 把我們村民運回來之後呢 還是有一些所謂戰喔 這個所謂的任務 應該也是 是 我很久沒接到了欸 這是我們最初 在打敗一個巨人 得到他的正名之後 這個任務就卡住了 那 我看一下 他怎麼有一個自見師 有一些間諜 欸 這我之前 可能有解過任務是 交易過了嗎 好吧 沒關係 我們現在有的是錢 直接跟他交易 來換到更多的東西 解放到後面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辦法 得到我們的眼睛 喔 現在我因為村莊英雄的關係 他們 會一直丟東西給我 他們 超愛我的 啊他有一個衣服 他有附魔欸 你的衣服怎麼那麼讚 來 我們就全換一下 先把他升到最高級去吧 哇他這邊連這個都可以買喔 這個你知道可以做什麼嗎 他可以變成 另外一種東西 我們這裡的鮮血武器 就是需要用這個材料 我們想到牧師就可以換 加上我們現在打的 就超便宜 這個也升級到大虛了 還是沒有欸 這個真的會有嗎 我現在不盡懷疑 我們最後都去這個 技能披風 這是我另外加的 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到 我們之後來看看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我們就去找別的眼睛吧 這邊先換到專家 再來就大師囉 我這邊到處換欸 這個也大師了 他可以換到堅持瓶 有了 我們換到了 欸 邪惡眼睛 欸這個眼睛 我有沒有 欸我沒有欸 邪惡之眼真的有 我們真的可以換到 太好了 他有一個兔子腳 材料應該還有 我這邊兔子腳怎麼那麼多 我有47個欸 欸 因為我不可能砍那麼多兔子啊 大家不要誤會 一定是某些什麼生物會掉兔子腳 拿到一大堆 好啦 那是哪一個呢 找不到 你是誰 你在哪裡 我找不到你 有了有了 找到了 我找好久 他這個原本40塊 我看我現在打折只要13塊 有了 Nice 我們今天又得到一個眼睛了 我們進展大大的進步囉 剩下一顆欸 我們已經有11顆眼睛了 剩下眼睛不是去找地獄呢 就是找我們上一次那個兵的迷宮 找那個船長 他們船裡面可能會有 而且這邊交易呢 我們要找到一個洗錢的方式 用兩塊買 然後賣回去變4塊錢 怎麼那麼賺 我們出場英雄的關係 這邊開始各種洗錢 但我們錢 暫時就是用不完啦 欸真的欸 好棒喔 他這個怎麼這麼佛心 我們這裡人換一換 我們這個錢也賺一大堆 黃金也順便可以賣一下 清新食物可以再買一下 哇 這裡這個交易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OK我們今天的進展還不錯 一次獲得兩個眼睛 離我們終界目標呢又進了一步 但進入終界就是結束嗎 我想那邊應該有更加刺激的東西吧 好的那我們今天呢先回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囉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